加拿大環境部今天对本国西部地区发出酷热警告 而在南安省,今明两日就持续受到热浪的影响 皮肤科专家提醒市民过度布晒容易致癌 建议做好防晒准备 记者占线云报道 加拿大環境部在本国多地发出酷热警告 表示气温加上湿度 体感温度将会高达至将近37度 晚上最低会录得超过20度 预计潮心闷热天气将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二的夜晚 才有所舒缓 皮肤科专家表示 在太阳下暴晒不单止有机会致癌 严重可导致死亡 紫外线更会令皮肤加速劳化 提醒民众要小心保护皮肤 专家指出 民众应该每两个小时就擦防晒 而且防晒是数SPF值 应该在30或以上 即使在阴天 也应该在外出的时候擦防晒 因为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伤害皮肤 专家同时提醒市民 应该避免在下午1点到4点的正午时段外出 避开紫外线最猛烈的时段 专家也分享了护肤的贴士 表示无需复杂的护肤品 简单的流程已经可以确保皮肤的健康 监于气象局发出耗热警告 皮尔讯机场都是今天表示 为了保障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工人 确保他们有适当的休息时间 机场的运作 好像飞机的升降或者行李的运送 也都会有所延迟 Omni News记者 尖善环报道